路加福音第十一天 每日亲近神 这圣经仍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 但愿今天你能够从神的话语里面 亲近祂得着亮观 路加福音四章一至十三节 战胜试探的方法 向主忠诚 耶稣被圣灵充满 从约旦河回来 圣灵将祂引到旷野 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 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 日子满了 祂就饿了 魔鬼对祂说 你若是神的儿子 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 耶稣回答说 经上记者说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化 魔鬼又领祂上了高山 煞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祂看 对祂说 这一切权柄 荣华 我都要给你 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 我愿意给谁就给谁 你若在我面前下拜 这都要归你 耶稣说 经上记者说 当拜主你的神 但要侍奉祂 魔鬼又领祂到耶路撒冷去 叫祂站在殿顶上 对祂说 你若是神的儿子 可以从这里跳下去 因为经上记者说 主要为你吩咐祂的使者保护你 他们要用手托着你 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 耶稣对祂说 经上说 不可试探主你的神 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 就暂时离开耶稣 耶稣受洗后 就被圣灵引导到旷野 受魔鬼的试探 这提醒我们 生命中的患难或试炼 都是出于神的允许和引导 这也考验着我们 对于神的掌权 是否有绝对的信心 还是遭遇试炼时 就认为神不爱我了 魔鬼三次试探耶稣的目的 都是要让耶稣表现出对神的不忠诚 第一次的试探 是关于神的供应与保守 倘若你是神的儿子 神怎么会让你饿肚子呢 因此你可以靠着你的能力 将石头变成面包吧 魔鬼希望耶稣这样做 好显出自己不需要神的供应 就可以独立自主 然而没有神的人生 岂不是一切虚空吗 耶稣回答 也正是教导我们 生命的真谛与意义 乃是因为有神在我们里面 物质不应当是我们 优先次序的首要 唯有忠诚跟随主 听从祂的话语 生命才得以满足 在第二个试探中 魔鬼要求耶稣走上成功的捷径 你可以不需要走上 十字架这条辛苦的道路 只要你敬拜我 就可以完成你的使命 得到天下万国的权柄了 这听起来很诱人 但耶稣深知 祂将要面对充满敌意 与痛苦的事奉 因此祂在科西马明园的祷告 都是汗如雨下 然而耶稣没有因此就选择 与魔鬼站在同一边 用清神的方式来完成使命 因为耶稣深知 唯有主上帝是 佩德敬拜尊崇的 唯有耶和华是自由拥有的 我们面对生活 与侍奉时 是否也常常面对这样的挣扎 明知道这样做决定 既不合真理 也不讨神喜悦 但因为会带来 立即的益处和甜头 所以就像心中的情欲屈服了 愿神的话提醒我们 当拜主你的神 但要侍奉祂 第三次 魔鬼用似是而非的观念 来试探耶稣 一个蒙神保守的人 必定不会受苦的 你可以跳下去 让神施展能力来救你 正好可以表现出 你对神的信心 和相信神的信实保守 耶稣的回应让我们知道 这种勉强神 证明给我们看的心态 是出于一种 试探神的错误动机 不但旧约里面 又禁止人试探神的贱命 新约也教导我们 神不能被恶所试探 常常有很多人觉得 遇到事情祷告 征战一定得胜 如果失败 就是没有信心 其实这种掐着神的脖子 要他兑现的祷告心态 才真的是没有信心的表现 亲爱的主 万有都本于你 因你而立 连我们所遭遇的一切 也都出于你 愿你帮助我们 对你有信心 并且忠诚不移地信靠你 道读神的话 路加福音四章十二节 耶稣对他说 经上说 不可试探主你的神 是主耶稣你是我的神 主我要活出的生命 是诚实 是真实的生命 主帮助我 不是用我自己的心意 来向你祷告寻求 而是要按你的心意而行 是主啊 叫我能够按你的心意而行 你说不可试探主我的神 让我在一切的事上 懂得倚靠你 不因魔鬼的试探 而动摇了我对你的信心 阿们 主啊 让我的信心不被动摇 让我不会在不应该的时候 在故意的时候 毫无必要的状态下 让自己处于危险的状况 来期待你的奇迹 哦 主啊 主让我要相信 你所安排的时间 你所安排的方式 是最好的 阿们 是主耶稣 你所安排的时间和方式 是最好的 主啊 让我的心意 可以更多的 能够顺服在你的旨意当中 主啊 你也说 个人被试探 乃是被自己的私欲来试探 主 帮助我 让我不叫我遇见试探 让我时常来亲近你 是 主啊 求你帮助我 叫我不遇见试探 叫我常常亲近你 不因着自己的心思意念 不因着环境 看起来不如自己的意 而试探主 而对你产生了动摇 叫我能够坚定的来 依靠你 阿们 恩主 让我能够坚定的来依靠你 主啊 孩子求你自己给我那分辨的灵 让我知道什么是出于你的试炼 什么是出于环境 出于魔鬼的试探 恩主 让我不在任何事情上头来试探你 阿们 是 主啊 帮助我不在任何事情上来试探你 使我可以分辨 主啊 让我可以更多来读你的话语 让我在你的真理当中 我可以一步一步的 在我人生道路上向前迈进 可以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 谢谢主耶稣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的名求 阿们 耶和华 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 直到永远 愿神祝福我们